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聖廷奧 郭靖彤在這裡 現在為大家報導 美國有事發動了全國性各個州份 成千上萬的人走到街上動亂 是的 又來了 這次是為了什麼議題 這次就是為了女性能不能夠自主自己的身體 決定留種不留種的這個問題 到底這個行為是合法還是不合法 大家爭論了很多年 但是為什麼會變成全國性的動亂呢 因為現在最高法院美國就有可能判定 女性決定不留種是違法變成全國多個組織 一觸即發的動亂 也都再次變成了美國嚴重的兩黨分歧 嚴重內鬥 稍後慢慢跟大家報導 再之後的就是美國佬透過俄烏事件 就向台灣省提供一個所謂最新的研究報告 這個研究報告就是借監住烏仔如何對抗俄老的最新戰略更新 就給了台灣省八個建議 這八個建議 美國佬聲稱能夠有效阻止我們解放軍武統台灣省 究竟這八個建議是什麼建議呢 而我們解放軍也如何透過俄烏事件的最新更新 去到破他們的法令美國提供給台灣省使用的戰諸策略 將它逐條刺拔走 稍後我們就回來看看最新的台灣省攻防策略究竟是怎樣 再之後的就是這個去了英國的陶傑陶財子 以及去到台灣省永久病埋的老蕭蕭若元 竟然為了鏡子樂團來互相隔空開火 而因為早前曾經說到鏡子樂團是虛火的陶傑 就已經走出來率先跪下道歉 但這個時間老蕭又不放過他 究竟鏡子樂團、陶債子和燈神燒之間的三角關係又是什麼呢 從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黃人生態圈裡面究竟怎樣輪之排輩 稍後我們就回來看看這件事 接下來就要說一下有個大王友叫張超雄 他有個愛號叫做難民之父 或者叫做假難民之父 不過這個假難民之父現在自己竟然要做起這個假難民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再次為大家報道就是目前新鮮滾熱辣在美國多個州發生了動亂事件 現在苗頭就剛剛開始沒多久相信就會發展成好像特朗普和拜登的大選當年的 嚴重性全國的周圍拆東西宵夜兩黨人民對立的超級大亂局 這次的苗頭又是什麼又為了什麼要加速老美的分裂 就是為了女性究竟有沒有權力自己選擇去不留種這個問題 聽起來好像女性自己選不選擇不留種這件事 好像跟政治政權一些關係都沒有 當然都是一些非常嚴重的問題來的 因為關係到母親與生命 但好像跟政治的內鬥是風馬牛不相及 其實不是 這件事可以是牽連非常大的 大家聽我這宗新聞就會明白 我今天會用幾個角度跟大家說 第一就是這件事是怎麼開始 為什麼人們會在美國多個州在街上出來表達訴求 既然引發這個肢體碰撞而變成這個動亂 現在各州都有成千上萬的人來抗議 再跟大家研究為什麼會變成美國嚴重的兩黨之爭 其中一個超級大價差 美國兩黨之爭就為了很多不同的議題 是他們的重招來的 這些重招將會就著美國女性有沒有能力自主不留種這件事 變成一個其中一個甚至最大的重招 最後就是跟大家探討一下 究竟在普世的價值上 女性是否應該自主自己有能力決定去留種與不留種 最後會和大家一起談一下 那說回這件事 話說美國很嚴重的兩黨之爭 共和黨和民主黨大家都知道了 美國一直以來其中一個兩黨之爭很大的議題 而我們香港人沒有什麼關注 要很留意國際新聞的人才知道 就是就著女性應不應該決定自己留種與不留種 到底生命是如何的 來到界定 這件事就爭取了很多年 而就在美國2020年今年就來中期大選踏入5月開始造勢的時候 突然間美國的最高法院就有些草稿流了出來 這個草稿就是美國的九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一些判決的草稿 在美國歷史上從未試過有這些判決草稿流出來給媒體率先報導 在美國歷史上是非常嚴重的 現在正在發生著美國的九位大法官有六位都是保守派的人士 另外有三位就是民主派的人士 保守派就是共和黨 而共和黨那邊叫得做其中一班高學力的那班叫得做保守派 就是很崇尚一些很傳統的美國文化 很傳統的一些保守思想 包括覺得女性是不應該自己決定能不能夠留種不留種這件事 簡單說有種就不能夠不留 應該順其自然來生產出來 這就是保守派的思想 稍後就會說一下這些理論的論述 草稿裡面就說到了 就是自從美國在1973年1月22日有一個叫羅蘇偉案 不好意思我要刪這兩個字 因為這些文字在YouTube上太敏感了 而且我盡量說美國也會叫老美兩個字 大家請記住 這個1973年的羅蘇偉案 就是決定了女性自從這件案之後有一個先例 可以自己決定來到不留種 本來美國的憲法其實就沒有給女性自己決定不留種 因為美國的傳統就是基督文化天主文化 根據教義他們不可以自行來殺停一個生命的辱成 但是自從1973年就用了一些和私隱有關的法律角度來打 就成功為女性爭取到他們可以自己決定不留種 私隱這件事美國憲法其實也沒有明文規定是要保護的 是自從老美在二三十年代的時候就開始強行在憲法裡 就拿一些文字出來自己去慢慢逐一點解讀 逐一點逐一點製造一些先例 出來推演到七十年代的時候就可以有足夠的先例去推 用私隱去保護女性決定不留種這件事 其實法律也是文字藝術而已 再加上現在推演到現在兩黨之爭這麼激烈的情況下 保守派那邊即是共和黨那邊就運用很大的權力來到去 在女性不留種這個議題上發揮他們共和黨的影響力 來到想準備否決了女性不可以合法決定不留種 就引來全國很多個州很多所謂支持自由人權的人 支持左派拜登那派的人來大力聲討 所謂判決的草稿就是未成定案的 而幾位最高大法官也說這個草稿是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外洩出來 可能是支持民主派那邊的大法官不小心自己漏出來 但是也不知道是誰 當然你也可以解讀為他們的法官特意放風出來 測試一下民間的反應和製造一些政治動亂政治力量 但是如果讓共和黨贏了這一仗的話 就不是單單說女性能否留種不留種這個問題這麼簡單 是整個美國的法律發展和國會的權力分佈 都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 因為今天就說女性可以留種不留種 明天就說關於性別問題 性傾向問題 種族問題 這些全部和人權有關的東西都會慢慢伸延出去 來進行推翻 美國的人權民主自由這些東西 已經去到一個一發不可收拾的地位 為什麼兩黨差這麼嚴重呢 大家可能不在美國生活不知道 美國網友很清楚 就是自從左派當道年輕人崇尚的任性和民主 現在《新聞》也報導過 你不可以稱呼旁邊的人為男人和女人 因為這樣就會構成性別的敵視 我去稱呼人 我去叫人的時候 不可以叫miss或者mister 因為你會不小心侵犯別人的心情 然後別人可以告你 甚至電視上的細品卡通 就越來越多那些男子和男子 女子和女子的親密關係 來圈掩小孩子上學的教材 甚至會教一些性別的衛生常識 就是父母就是男和女 男和女就是男和女的親密行為 但是也有男和男的父母和女和女的父母 也在衛生常識裡說到 這些同性的親密行為是正常的 這樣教小孩子 其實現在美國的情況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保守派那邊、共和黨那邊 才會運用這麼大的權力 要這麼努力去爭取一些 他們認為最核心、最原始、最傳統的美國價值 就不可以讓民主派那邊繼續玩下去 將美國變成了妖獸都市 現在最主要搞事的地方 也變成了肢體碰撞 變成了力量事件 和執法人員對著幹 就是德薩斯州、洛杉磯、紐約、馬斯特斯斯 波特蘭 波特蘭一直都是開篇勝地 所以不要說他 還有美國的Denford 慢慢變成全國的大行動 而最重要就是在這些動亂行動 有很多政客 無論是國會的參議員或眾議院 甚至是執法人員、軍部 總之不同人 就著這件事已經和立場和政見無關 是自己個人感受問題 全部出來支持他的陣營 來到他不停叫陣 沒有想著把這件事和平坐下來平息下去 大家都覺得這些事情是沒得很說的 自由派那邊也覺得 女性可以自己決定留不留總 保守派那邊也覺得 再說一次 共和黨那邊也覺得 有沒有搞錯 這些事情根本是不神聖的行為 沒得談 大家都覺得沒得談的時候 就動起來了 而這件事再伸延下去 當然有很多人走出來打卡 有些網紅 就走出來 懶惰為天地立心 說是為蒼生感到悲良 來支持這些集會和造勢大會 來叫囂 有些人特技人員乘機打卡 乘機搏出位 就逃手在San Francisco 逃手在沒有安全設備下 爬高樓大廈 爬了300米60層高的大廈 最後當然被抓了 但也成功出位了 至少我們現在香港也知道 不過最重要的是 更加嚴重的問題 就是加進女性留總不留總的問題上 就是有很多我都是不幸者的團體 什麼叫我都是不幸者呢 就是西方世界一個非常大的不幸者主義 就是當女性被人強行進行親密行為 強行打總進去的時候 這件事應該怎麼解說呢 就以美國的德薩斯州為例 美國的德薩斯州就是保守派共和黨的大州 裡面的法律就是定了女性過了六個星期之後 就不可以不留總了 過了六個星期不留總就為之為法 無論你是什麼背景 無論這個總是被人強行打進去 又或者你有歪人論來進行親密行為 來留了總之過了六個星期 都不能夠不留 要成功生產出來 除非不是自己控制的情況下 甚至德薩斯州會用一萬美元的懸賞 就是懸賞你舉報身邊的人 誰偷偷地自己找一些渠道 來到不留總的時候 你舉報他出來 你的一萬元的懸賞 那導致什麼呢 導致就是若然這個法案真的通過了 女性自己決定不留總這件事 是違法的話 就會出現兩個結果 要不就完全否決 女性不能夠決定自己留不留 要不就是收緊了現有的星期數 例如說有些州份 是說16個星期內 你都可以不留 是沒有違法 有些甚至去到24個星期 就是美國的不同州 有不同的自己 制定這個合法與不合法的標準 但是在終審法院如果判出來之後 各地都要進一步來收緊 至少美國有26個州份 都會馬上決定了 女性不能夠自己控制 留不留總 因為這26個州都是共和黨那邊的大粉絲 另外就是有16個民主黨的州 就肯定不支持這件事 肯定覺得女性可以自由權力 來決定留不留 做成了什麼 美國就會有一個非常厲害的跨州潮 這個跨州潮就是當你想做一些事情 是自己的州不合法的時候 就去另一個州來做 根據LA那邊出名的民主自由州 就估算 如果法案通過之後 本來現在每年有大概四萬至五萬人 進行不留總的醫療服務 但是如果法案通過了 隨時會升十倍 不是應該升二十倍 成一百幾十萬人 會衝到LA那裡 來進行這些醫療服務 我們香港這邊的情況如何 我們香港這邊的情況就是 只要你身體健康是合適的時候 再加上充分的理由 再加兩個醫生 註冊指定的醫生 來去信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決定留不留總 而其實老實說 香港並沒有在這個情況環境和心態決定上 有多少阻撓 只要你大部分情況下 你覺得生產出來 會帶來生活上 甚至心情上非常大的阻礙 通常醫生都是看 女性的一個健康狀況 來去決定留不留總 但是美國那邊情況 表面上就是 美國說自己是世界第一的國家 說自己是世界最先進 最文明 但是其實這方面是非常保守 老實說 其實美國人 在很多問題上是很保守 美國不是大家想得這麼先進 美國還有很多鄉下佬 其實在美國生活的人就很清楚 根本留不留總這個問題 美國就說了很多年 分兩邊說 一個就是宗教角度 一個就是科學角度 其實兩邊是混不著的 現代很多人就喜歡把古時的宗教學說 強行用現代的科學套下去 套一些就不套一些 其實沉根究底 根本兩邊是不能套的 但是這個世界很多人 就喜歡解釋一個層面 兩個層面 去到三四五六個層面 很多人就算了 不解釋下去了 其實只要深入一些來說 科學和宗教是難以能夠共融的 當然 因為個別宗教人士 很想合理化自己的宗教信仰 所以強行用現代科學來解釋 但是其實 只要你探究下去 是難以解釋 這個女性流種不流種 就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命題 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一下 到底何謂生命呢 陽氣和陰氣結合之後 是不是為之生命呢 結合了多久為之生命呢 陽氣和陰氣不是氣來的 是細胞來的 古時的人知道嗎 也不知道 宗教角度就覺得 地球是平的 太陽從東方升起 現在大家都知道不是 宗教角度就覺得 有一件事叫靈魂 就是你不可以阻止這個靈魂 來進入這個新的種 不然你就阻止它來投胎 這樣就很無音樂 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當你男和女之間結合之後 到底多少天之後 靈魂才會降臨到這個種身上 宗教其實是沒有詳盡解釋 有些人說當晚就會進入 有些人說七天之後 有些人說七七四十九天之後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無謀 無謀的時候 就讓任何宗教人士來任套 任意解釋 還有些人說到 就是無論你經歷什麼 都是你前世的回報 所以你無權阻止 報應在你身上發生 這件事也是非常含糊的 大家在生產之前 做很多這些醫療測試 去看看自己的總是否健康 甚至測試他有沒有先天後天的身體問題 還有智力問題 細微到他的外觀都有測試 其實測試的原因是為了什麼 為了預先提防 為了治療 但是如果根據宗教角度 不應該做這些事情 因為無論發生什麼都好 這個應該是你的回報 其實根本就已經解不通了 到底標準去到哪裡 在科學角度 美國有拗餐飽 就是男士細胞和女士細胞結合了之後 結合了多久就為了生命 有些人說有心跳就為了生命 沒有心跳之前是不是 有些人說結合馬上就是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戰略模糊 都是拗餐飽 最後任何戰略模糊的東西 都是拿來作為意識形態的商爭 拿來立場對立 最後都是政治操弄 而其實到底留種與不留種 這件事 尋根究底 無論科學角度 宗教角度 都沒有一個確確實實的定說 有的 從來只不過是人與人之間 為了政見 為了立場 為了話語權的爭權奪利 可能這件事 才是最確確實實的世界現實 接下來就說一下 自從俄烏事件發生以來 其實全球軍事界都發生了一個巨變 這個巨變就是藉著俄烏事件當中 所能夠放在現代戰場上的啟示 每個國家都會研究當中的案例 來更新自己的戰術 也就是說到俄烏事件當中的軍事行動 不論是俄羅斯也好 整場戰事發生到今時今日 他當中的參考價值是非常之巨大 而美國人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來細心研究 尤其是最近 美國的一些所謂專家 就透過俄烏事件 來更新了 他們對台灣省 如何拒絕武統的新意見 當中這個所謂的戰略更新建議 美國人還替他改了名字 就叫做戰豬戰略 意思就是美國的軍事專家建議到台灣省 接下來就要佈置到自己一隻戰豬一樣 當中就提及八點 大家記住 他以下講到的這個戰豬戰略 全部都是因為在俄烏事件發生之後的戰略更新 來向台灣省重新提出 這個抵抗我們武統的建議 那他究竟說了哪八點 第一 根據戰豬策略裡面 台灣省現在要做的 就是要在島上大量部署一些 能夠防止彈道導彈的防禦系統 例如是愛國者飛彈 而且台灣省還要由這一刻開始 建造大量的假目標 這些假目標就是當中國要解放台灣省的時候 能夠消耗解放軍的導彈來打錯這些假目標 而且透過大量買入愛國者防空導彈 就可以實施增強攔截解放軍彈道導彈的能力 就要解放軍浪費了導彈 這個就是八個建議裡面的第一點 而第二點就是透過烏仔這次反抗俄老的事件 台灣省也要學到烏仔一樣 就是要大量裝備到一些便攜式的防空導彈 這也是美國人給台灣省排前的建議 不過我心想 不是啊 你現在美國人給了便攜式防空導彈烏仔 連台灣省本身下訂單那些都沒有給人 給了錢不給貨人 不過我們看了他這八點的意見 再說這些 而第三點呢 報告裡面也寫道 台灣省是要增強在他附近的海域裡面 佈置更加多的水雷 來防止我們解放軍艦艦 去到登陸台灣省的時候 就能夠拖著一些時間 第四點也是透過烏仔這件事件學到的 美國人就說到台灣省需要更加多在陸上部署一些不同射程的反艦導彈 看來他們就是參考了莫斯科號被擊沉的事件 就要求到台灣省不同射程不同速度的反艦導彈 都要大量部署在台灣省島內 來務求想重複複製 烏仔擊沉俄老巡洋艦的事件 而第五點 報告裡面就說到台灣省應該要加強防守台灣島岸邊的能力 例如要入多些 好像我之前說的海馬士火箭炮 又或者是被美軍取消了訂單的榴彈炮 就要買多些 務求在解放軍登陸的時候就要在海灘 又或者在海灘附近的水域 就透過多管火箭炮和榴彈炮 將攤頭部隊摧毀 不過也是那句 你美國佬又取消了台灣省 已經下訂了榴彈炮 你別只說了 我們繼續看下去 第六點就是 這個建議已經徹底出賣了美國 是有份參與烏仔行動的建議 他是怎樣說呢 他就是建議到台灣省 在接下來就要加強自己的探測能力 尤其在戰時的時間 要有效地指揮台灣省軍隊的行動 要打好信息戰 美國佬就開宗明義說到 關於我們解放軍在解放台灣省的時候 那個探測和通訊的能力提升 他們美軍是可以幫助台灣省 來到在戰時的時候為他們代勞 也就是已經表明了在俄烏事件裡 美國佬是有份幫烏仔提供情報信息 對俄佬的定位跟蹤等等的這些戰時信息戰 美國佬其實已經是參與其中了 這次也都在這個戰諸策略裡面提到 美國佬是可以在信息戰方面為台灣省代勞 而第七點就說到 一招非常毒辣的招 就可以看出美國佬有多心狠手辣 就是建議到台灣省要在平時的時間 就要做定一個所謂的後備戰略力量的部署 這個後備戰略力量的部署 美國佬就提議到台灣省 最好就要搞到全民皆兵的狀態 就是不論男人女人大人老人又或者細蚊 都最好充分武裝自己 來為作出長期抵抗去準備 而且美國佬還很毒地說到 當台灣省全民皆兵的時間 解放軍就會有所顧忌 因為當中有很多目標一旦你傷害到它的時候 是要接受很大的輿論壓力 很明顯美國佬也參考了烏仔的做法 來到將那些不關事的人擋在前面 然後俄佬要就著打的這個做法 也都被參考做今次的戰諸策略裡面 我真的在這裡不禁懷疑 其實烏仔拿到那些不關事的人擋在前面 其實是否美國佬教他們呢 而說到第八點最後一點 美國佬建議台灣省要有基礎設施被摧毀的心理準備 就要在平時做好一些準備 例如說到萬一斷水斷電斷能源供應斷石油 甚至乎放在現在的角度來說 斷了互聯網的時候 台灣省應該要盡量保持剛剛我以上說到的供應能力 尤其是網絡 美國佬就說到只要台灣省能夠保持著這些基礎設施 基礎的供應拖到幾個月的話 這樣就可以拖垮我們解放軍 拖垮我們中國 到時中國是不能夠接受超過幾個月的戰鬥 因為輿論壓力又或者國際的壓力都會令中國主動放棄 而美國佬在最後的一點還說到 只要台灣省能夠做到可以捱捉幾個月的話 這樣即使他們美國人不出兵幫手 台灣省都能夠獲得勝利 大概這就是美國人在看到俄烏戰事之後 來到最新說給台灣省的抗武統建議 雖然這份報告很明顯就叫最新update版 我們也可以看到當中有大量烏仔成功抵抗俄老的策略在裡面 但是對我們解放軍對我們中國又適不適用呢 看來這份報告就真的太看小我們中國了 既然你們能夠懂得看著俄烏事件 作出對台灣省戰略的更新 難道我們中國又不懂嗎 首先透過俄烏事件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俄老精確的打擊能力 尤其是一些精確的巡航導彈、彈道導彈、有制度能力的火箭炮 又或者由戰鬥機以及轟炸機所攜帶到的精確彈藥 數量的確比較少 就不太夠用 因此我們接下來解放軍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 接下來要提升一些遠程的精確打擊能力 接下來加強生產具有制度能力的火箭炮、巡航導彈 掛在戰鬥機或者轟炸機上面的空射型彈藥 都要大量生產和部署 就絕對不可以再出現到像俄老一樣 對以上彈藥要就著用的情況再次重複出現 這樣在對抗台灣省所謂的戰諸策略的時候 即使去買多些愛國者導彈也好 這樣也可以吃硬 在一開戰的時間 就大量發射這些具有遠程精確打擊能力的工具 就來到在頭一輪的時間 摧毀了台灣省重要的目標 破壞它的指揮系統 防空系統 電力及通訊系統 以及它的網絡之後 這樣戰士對於我們解放軍來說 就已經贏得了一個開門紅 而且透過這些遠距離的精確打擊手段 我們解放軍就不需要像俄老一樣以身犯險 利用到戰鬥機低空轟炸 而因此被擊落的事件也可以避免 當我們的遠程打擊力量更多過台灣省那些假目標 我看台灣省怎麼走得掉 而第二點也是透過俄乌事件我們學得到 俄軍方面就比較缺少一些無人機 就更加不要說到現在潮流最流行的巡飛彈 這些東西他們都是沒什麼的 我們解放軍接下來要提升的 就是要利用到大量的無人機 來到台灣省以及相關的空域 作出長期的監察和控制這些空域 只有無人機才能夠做到這一點 到時候台灣省一定會採取一個游擊的手段 就好像美國人提議到他的那幾點 利用到一些不同射程的反艦導彈 一些能夠隨時調動的自走炮 火箭炮又或者四處走的便攜式導彈 去打散所有這些部隊的時間 就需要到我們解放軍的無人機 在空中隨時監察著這些動向 我們一架無人機 遠遠地都可以飛超過24小時 這樣利用到一個接力的形式 無論你們台灣省的軍隊如何化整圍寧都好 一切都掌握在我們手中 接著還有一個殺手間 就是利用到最新的巡飛彈 為你們這些所謂化整圍寧的部隊 作出精確的打擊 反正我們解放軍在這方面來說 不論是無人機也好巡飛彈也好 我們的技術已經很成熟 而且造價又便宜數量又多 這件事也不是俄佬可以跟我們解放軍比擬 所以說到美國佬提出戰諸策略之前 請看看究竟優勢方在哪裏 沒錯今時今日來說 透過俄烏事件 這些就確實是比較有效的抗爭手段 他的建議其實也沒錯 當我們解放軍的無人機 在監察到這些四處遊走的化整圍寧部隊之後 就可以深入敵陣 尤其是有很多無人機都能夠在偵察之餘 還可以掛載相關的導彈來摧毀對方的目標 而且也不怕你那些便攜式導彈 反正這些無人機上面都沒有人駕駛 因此如果台灣省想複製烏仔 不論是部署一些能夠隨時交腳的反艦導彈 想向我們解放軍的艦艦作出突擊就好 他們台灣省自己分散的裝甲部隊 想著裝我們解放軍的登陸部隊也好 我們的無人機也可以將這些東西每天摧毀 而第三點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美國人提過到時在開戰的時間 就會為台灣省提供這個訊息情報 我們怎麼反制呢 從俄烏事件我們也可以看到 當烏仔的網絡被中斷之後 Starlink創辦人馬斯克就說明 要用他旗下的衛星幫烏仔恢復上網 而且透過美國的情報傳送給烏仔 來擊沉俄老巡洋艦這件事件 就有見到美國衛星以及美國的預警機 提供情報的身影 我們解放軍要防範其實很簡單 第一解放軍到時就要在台灣省附近的空域 畫一個非常大的禁飛區 這個禁飛區範圍要大到能夠隔絕美軍的預警機的探測範圍之外 也就是說若然美軍的預警機想提供情報給台灣省的話 由於探測距離不夠我們解放軍的禁飛區遠 他就要冒險進入我們解放軍的禁飛區 這樣就可以將他擊落 若然不是他在禁飛區外面飛著飛著飛著 都是不夠探測距離來提供信息給台灣省 而衛星方面我們也可以利用到 萬一不論是不同國家的衛星 民用或者軍用都好 在開打的時間 若然敢飛過台灣省的頭頂的話 我們也可以對這些衛星進行強力的干擾 甚至乎必要時將它擊落 看看到時馬斯克怎樣提供網絡給台灣省 你當我們是污仔嗎 連你的特斯拉廠都在上海人封鋪 不過看他的樣子都不夠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解放軍就可以做好對台灣省戰略更新的準備 而接下來的一點我們也要做得好一點 就是面對著輿論 以及萬一台灣省的軍隊或者政府 民退黨用到一些非常骯髒的手段 就是參考到污仔 拿一些不關事的人擋在前面 那怎麼辦呢 因此我們也要提前做好準備 例如就是要佔領到島上的一些頻道 一些電視台加強廣播 我呼籲台灣省不關事的人留在家裡 不能夠參與到台灣省這些無謂的抵抗更加必要時 就不妨督背部以及參軍的朋友 就要適時扔下工具投降 不過我相信這一方面難度不是太大 我對台灣省的民眾 立即交腳或者放棄抵抗是有信心的 更何況也可以出動到一招 就是在開打前 預先對台灣省的民眾作出一輪的思想工作 這樣給定時間他們準備 也沒那麼容易被台灣省的政府利用到 而去到最後就要做好一個美國或是他的手下 隨時增援的準備 不論這些增援在物資上也好 又或者是軍事上的支援也好 這件事我們解放軍已經在做了 看回兩天前 我們也曾經報導過解放軍史上最龐大的航空母艦戰鬥群部隊 就已經部署了在西太平洋進行一個演習 這個演習的目的很明顯就是左隔 日本仔也好 美國老的航空母艦也好 來到在西太平洋的時間 就已經阻截了美國或者其他國家想過來台灣省搞搞陣的艦艇 這樣美國人就不能派出一些鬼鬼祟祟的力量 企圖運送一些工具給台灣省 又或者是偷偷地想接走蔡英文等等的這些動作 就會被我們解放軍的海軍攔截下來 而這次我們出動的航空母艦雖然只是我們解放軍第一艘訓練航空母艦遼寧號 有很多網民投訴說不是最新型的航空母艦003號 因此作出投訴 但是大家要搞清楚 其實這次解放軍這個由八艘艦艇組成的最大航空母艦戰鬥群 接下來的主角一定會由我們最新型的航空母艦來替代遼寧艦 遼寧艦有名叫做訓練航空母艦 其實這次的行動是一個演習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遼寧艦的戰力不夠強 不能足以抵抗美軍 類似的訓練我們一定會密羅緊固地進行 而且所進行到的海域也不會像這次一樣只是單單一個方向 而是接下來要訓練到在同一時間不同的海域 都會有我們航空母艦戰鬥群的出現 來到多方位攔截著老美以及手下的海軍 所以看來美國的這個戰豬策略就是讓我們解放軍把這隻戰豬 逐之逐之刺一隻一隻拔下來 來讓我們剝鋼豬又真 接下來就要討論一下有一個大皇友 他的名字叫張超雄 居民日前已經離開了我們香港 走了佬去加拿大的多倫多 之前同樣是走了佬的鍾建華 還可以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貼文 說祝張超雄在加拿大生活愉快 而張超雄去到那邊之後 見到鍾建華這樣祝福他 就即時想在鍾建華的社交媒體上 流言策存在感 這些逃亡者的做法真是骨臂 其實這個張超雄剛剛坐牢兩個月多些 之前因為搞亂議會被人判了一項藐視罪 他因而就要入獄幾個星期 而這個張超雄有個愛號叫做賈難民之父 不知道是不是為了要令他這個名號實至名歸 現在自己就做賈難民 其實我們香港賈難民的問題 一直都存在我們香港這裡 真是要多得張超雄不少 因為這個張超雄自從立法會議員之後 就經常利用自己的影響力 就說要幫那些賈難民去爭取權益 沒錯這個張超雄明知道 那些都不是我們口中所說的難民 但是這個張超雄就盲目地為這些所謂的難民爭取 可以在香港能夠有合法做事的權利 而且還幫他們爭取一人一張身份證 其實目的都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張超雄想著放手一搏 反正搏輸了都沒有東西要付出 但是若然被張超雄搏到這些所謂的豁胡難民 如果他們真的能夠在香港和普通市民一樣有投票的權利 如果他們有工作的權利的話 這樣張超雄就能夠贏 到時候這些豁胡假難民就會全部投票給他 這樣張超雄就可以實現 他自己心目中想著不斷做議員的這個目的 而我們看回紀錄 在19年搞事之前 五個季度我們香港政府的財政預算 有高達49億港元的公帑 就是用在那些假難民身上 因為要處理大量的那些聲請案件 而當中牽涉很多的司法程序 以及那些聲請案 經常都會用一種拖延訴訟的方式 就找我們香港這裡賴死不走 而這樣對張超雄有什麼好處呢 張超雄他在未入工黨之前 其實他是公民黨的人 而說回那些聲請案 在過往的日子裡面 有三分之一的聲請案 都會經由一間叫低利何律師行 來辦理的 大家不要誤會 這間低利何律師行 和何律師是一點兒關係都沒有的 反而他和公民黨的關係 就是水洗都不清 家欣這個公民黨的創黨成員裡面 除了有為人熟悉的梁家傑之餘 也有這個低利何律師行的核心人物 他的名字叫低利曼 雖然他退了黨多年 但是和公民黨的關係真是非錢 難怪同系公民黨 張超雄經常和毛婆 出來為那些聲請案 牽涉的人士 即是假難民 去到有理無理 所以就為他們發聲 表面上就說是幫他們爭取權益 去爭取身份證 背後除了想為了那堆選票之餘 難道那間律師行 在幫假難民的案件裡面 和他們有利益的輸送 而那間律師行 更加是除了做這些假難民的案件 連大名鼎鼎的陳浩天 都曾經是這間律師行的客人 張超雄從來不認自己 在坊間叫他做難民之父的這個名字 不過司馬超之心路人皆見 雖然張超雄曾經是意正想言的說到 我為什麼要吃力不討好 去幫難民爭取權益 大家試想一下 難民有沒有投票權 他們都是人 所以我為了想幫他 才要令自己難做 接著張超雄還大玩偷換概念 他就表示到我張超雄以前 都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在外國生活的 當時我們這些唐人 尤其在唐人街那裡 都被鬼佬覺得是骯髒 吃的東西就古靈精怪 那現在這些豁胡難民 在香港的遭遇就是像我張超雄當年 去到美國的時候所遇到的經歷 所以我們更加應該要幫這些豁胡難民 來這樣辯駁地說 張超雄我們華人在美國奉公守法 那個犯事率基本上來說 就是美國這個多種族的國家裡面 犯罪率最低的民族肯定是我們華人 一聽就知道 你們這些藉口 連騙三歲小元也騙不到 張超雄還說自己去過美國 他連我們中國人在美國的歷史 都可以拿來歪曲 我們中國人在美國 建了多少鐵路 建了多少道路 去到那邊是搞基建的 對於當地來說是非常有貢獻的 但是張超雄這麽自大的人 他又怎會看到別人的貢獻呢 因為在他眼中 他又將自己放到無限大 因為在張超雄曾經的選舉行物裡面 就提及過美國加州的屋倫市政府 就將9月13日這個日子 定為張超雄日來紀念他的貢獻 所以張超雄就這麼自豪地跟別人說自己美國的經歷 但是這個張超雄日其實是一個笑話來的 但是一直以來其實張超雄都不知道這是一個笑話 在他自己宣傳他自己的這個張超雄日的時候 還說到他可以得到這個待遇 是因為張超雄在美國的期間 就一直為當地的亞裔人士爭取權益 所以加州的屋倫市就為了他這個貢獻 將9月13日定為了這個張超雄日 不過那時候張超雄在競選的時候拿這件事出來說 其實他自己有沒有確認過 他當然當然沒有確認過 因為有人為了驗證是否真的有張超雄日這件事 就詢問到美國屋倫市那邊的社區組織 但是別人美國那邊的回覆就說到 不知道有張超雄日這件事 除了向當地的社區組織去問之餘 更加是問當地的市政府 而當地的市政府的回覆就說到 他根本就不知道有張超雄日這件事 以及市政府方面是完全找不到相關的資料 被人這樣一查 張超雄簡直是激到紮紮跳 簡直可以用案內不住形容張超雄 他就連忙在網上貼出一張證書 想著證明自己沒有說謊 可能他貼出這個證書的時候 也沒有看清楚那張證書 證書上面大概的內容 就是當時這個加州屋倫市市長 只是將當年的9月13日定為張超雄日 而不是將每一年的9月13日定為張超雄日 而且張超雄貼出的那份證書 也並不是什麼官方文件 是屬於當時加州屋倫市市長的私人禮物 來送給張超雄 所以張超雄在這件事上真的出醜了 而張超雄自己知不知道 難民這個問題對我們香港的影響多深 我想張超雄應該從來沒有去過一些多難民的地方去看過 如果要說到我們香港是多過一些假難民的話 元朗區也算是一個重災區 有住開元朗的朋友應該知道 元朗就有一條食街叫幼身街 即是以前舊B仔糧粉所在的位置 但幼身街在距離B仔沒有多遠就有一個公園 而那個公園裡面 如果你坐下來觀看一會 你就會發現那個公園 有著不少的南亞裔假難民在那裡打等 區內的假難民 他們就不可以從事一些普通的工作 他們會做什麼呢 就包括一些去偷去搶的事情 甚至乎當入夜的時候 每逢有年輕的女子經過 這些假難民都用一種色迷迷的眼神 就來到觀看路過的女子 所以住開元朗的女性朋友 都說他們很怕經過那條街 在元朗也不止一條街 是有這些假難民的 可以說到幾乎整個元朗區 都有不少這些假難民 連有一些朋友 晚上在元朗區如果是買宵夜拍車的話 一旦在車輛裡面 是放一些散銀 甚至乎是放煙仔 假難民看到也有可能 是爆車窗來拿這些財物的 而除了元朗區有這些假難民之外 相信大家幾年前 也都看過一些新聞的探討 在深水埗的通州街那裡 都曾經有過一堆不明來歷的假難民 他們就事意地把那些撿到過來的木材 在橋底搭起他們的居所 那些木板屋數量之多 還要是新聞報道之後 有關的部門才去處理它 而當時除了是天橋底之外 連深水埗南昌村對出的一段天橋 也都被這些假難民佔據住 根本就不會有人敢走上這條天橋過馬路 再說下去 所以當大家以為 我們香港只有這兩個區是多假難民 其實連油麻地一帶都非常多這些假難民 情況比起元朗和深水埗 更加有過之而務不及 這些假難民一般都是聚集在 上海街一帶的位置 甚至乎有些還跨過佐敦 尖沙咀都看到這些假難民的身影 當中也有不少的假難民 就讓不發的團火 利用了去做一些針對性的活動 例如那些不發的團火 如果在江湖上 和某一些派系產生爭執 而又想出動一些暗地裡的行動 來報復的話 他們往往都會請這些假難民去做 因為就算這些假難民 被人拘捕了 他們都不用上身 而且僱用這些假難民的費用 一般是比本地人便宜非常多 而且假難民在他們眼中 坐牢並沒有壞 進去就有吃有住 還有電視看 坐完出來 又可以再收錢做過這些骯髒事情 所以在假難民的心態上 何樂而不圍 所以衍生了這麼多的假難民問題 張超雄還說要去支持這些假難民 簡直是不理會我們香港社會的安利 不過說到這些全香港人都知道的假難民問題 張超雄很厚臉皮 所有的這些東西他一直都當看不到 剛才說到這些豁湖難民 比較明顯犯法的問題 還有一些問題就是 例如好像最近一樣 當有一些排隊的場合 往往也會看到這些人的身影 就好像之前有很多人排隊 買到某一隻O字頭的手錶的時間 在籠裡也看到很多這一類人士的身影 當然排隊買這隻錶就不是他們的目的 而是炒出醜 還有前兩天有一宗新聞在尖沙咀裡 就是那些非洲裔的所謂難民 竟然群空出動搶了一個巴基斯坦瑞虎人的救命錢 當中這些片段可能大家都有看過 也是冰山一角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民主攬炒派政運 就彷彿好像每人都騎著一份 能夠給他們小提大做的議題 來攬炒香港的 張超雄他所騎著的山頭 就是這些假難民 現在這個張超雄 就因為早前 在立法會內委會舉行會議期間 就大呼小叫 因此就在今年的2月4日 他在法院裡面承認了一宗藐視罪 就坐了三個禮拜 早兩天他就放出來 單憑只坐了三個禮拜監 就已經令到張超雄覺得 原來坐這麼辛苦 這三個禮拜都已經很難頂了 萬一當國安處在查一下 查到自己張超雄 他曾經盲撐這些假難民 原來就是為了想搗亂香港 又或者發現到張超雄 在有更多搞事的證據被國安掌握之後 而需要坐更長的牢 張超雄心想 別了 一如走人 因此這個假難民之父 就在昨天被證實到 去了加拿大那邊重操故業 不過這次身份就調轉了 就由假難民之父 變成一個真真正正的假難民 都可以說是相當諷刺 說到這些走路人士來說 最近有個人就真的不可以不提 因為他又為我們提供笑料 說的是陶傑 陶傑最近因為在電台節目公開批評到 妖TV旗下的鏡子樂團 因此就竟然要搞到公開道歉 陶傑說了什麼呢 他就說到人氣藍團鏡子組合有12個成員 但陶傑就說到他們是12件東西去形容 又直指鏡子樂團只是虛火 然後陶傑就批評到他們欠心度和沒有內涵 而且他們的歌曲也不及當年許冠傑 唱到佳之項文並不是那麼多人認識 他還說到支持鏡子組合的人 也就是俗稱鏡粉 就是因為政治情感而投射 才來到喜歡鏡子樂團 陶傑還說到如果他只有25歲的話也會轉行 就不是轉行做樂手 而是轉行激發他做斷貝山的興趣 大概陶傑就是這樣說到鏡子樂團 雖然陶傑平時口臭裝飾 兼黑人爭就是人都知道 我們也曾經公開批評過陶傑這個人物 不過看來陶傑這次說不完 例如說到因為政治情感而投射 喜歡鏡子樂團 這件事都可以說到已經不是一個什麼秘密 那些網友在網上 又或者在他們自己的討論區 也有這樣承認到 最多最多就是加多一句 由鏡子樂團所代言的產品 並不是全部都可以買 那些網友是這樣說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說到他們代言的產品 並不是每樣都是由黃店 或者是那些網友所認同的商家 來出品 簡單來說 那些網友就是說到鏡子樂團 所代言的產品 有一些都是不適合他們心水 甚至乎是一些支持祖國 或者支持政府的品牌 就找他們買廣告 如果不是說到因為政治原因 才喜歡鏡子樂團的話 黃友們根本就不需要加這些所謂的注意事項 來提醒他們之間 只不過他們敢做不敢認 就是這樣的原因 也可以看到 好像陶傑所說 他們的歌曲都不是說皆知學民 至少你和我都不知道他們在唱什麼 但是為什麼 這麼多廣告商 鋪天蓋地 又有這麼多媒體 為他們助攻 很明顯 都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整件事就彷彿一個惡性循環一樣 不願鏡子樂團賣廣告的話 也就是代表你是另一邊政治立場的人士 廣告商就彷彿 好像買了這班人不怕一樣 因此大家就會看到 鏡子樂團的聲勢不斷上升 但是對他們本身這個樂團 那些歌曲 那些實力 就仿如全部都是問號 因此就出現了一個不對等的現象 就好像陶傑所說 但是不能夠和他認識到當年的許冠傑的歌曲一樣唱到皆知學民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不過陶傑就不太能解釋到當中的細節為何發生這種事 但經過陶傑這番批評之後 竟然惹來同樣都是走路的人士 也就是陶傑的死對頭老蕭出來說話 老蕭就說到 陶傑你不要這麼outday 你還活在以前的年代嗎 我老蕭又不一樣 我很煙的 你看我平時上網的那些評論 我煙通常都知道 就好像我老蕭早在兩年前已經說到 所謂的鏡子現象 那時候鏡子樂團還沒紅 我老蕭已經獨具慧眼 然後老蕭就完全不給面子說到陶傑 你陶傑因為是老人家所以不能夠接受紳事物 就拿鏡子樂團和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比較 只是懂得眷戀舊社會 來到他這樣說陶傑 所以說到燈神蕭其實根本就沒有說到鏡子樂團爆紅的真正原因 而且他也不敢說 因為現在陶傑就頂不住他的壓力 正式走出來和鏡子樂團的粉絲道歉 而且還牽強地說到 其實我陶傑就不是想說鏡子樂團的 只不過是利用他們的名字 引導我的死對頭老蕭出來說我 鏡子樂團只是我陶傑引老蕭出來的麵包碎 所以我陶傑正式向鏡粉道歉 不好意思借了你們的偶像來用 然後就說到十二位大爺是我錯 來到他這樣說 在這裡我們也看到一個現象 這件事老蕭也好陶傑也好 真的有一件事他們不認也不行 就是面對著現在的主流黃人 很明顯他們兩個真的挺不受歡迎 你們都要習慣一下 在你們的那個圈子裡 貪身亡舊 不說道理就是常態 那誰叫你們兩個吃這行飯 受氣都預料了 現在就有鏡子樂團裡面的粉絲很擔心 因為老蕭公開支持鏡子樂團 但是老蕭一直以來都是燈神燒 這件事根據數據來說 老蕭從來都沒有斷攬 他看好的東西就會變差 反之亦然 但是現在老蕭大讚鏡子樂團有前途 有實力 就是香港人的象徵 兼且可以揚威海外 這樣的時間也引來鏡子樂團的粉絲非常不滿 就叫老蕭 如果你真心為鏡子樂團好的話 請你說回相反的事情 還說到比起陶傑踩他們的偶像 老蕭你找去讚鏡子樂團 是更加惡毒的 你看看這幫人加起來的現象 都真的挺好笑的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